做父母的六个层次,层次越高孩子越有出息,来看看你是哪个层次。 当我们的小朋友从出生开始,甚至是还没有出生的时候,我们就会为他想着他这一生的人生规划,希望他将来可以按照你的规划,去好好的生活和成长。 其实,那是孩子自己的生活,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你给他的规划去生活呢? 对于教育孩子来说,这是一条非常艰难且长远的路,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,你是哪个层次的父母,第一层次为孩子舍得花钱。 对于小朋友来说,很多教掌都认为,如果给孩子花足够的钱,就是来表达对他们的爱意了。 其实在这个层次的父母,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教育,或者说在他们看来并没有把教育,孩子当成是自己的一份责任。 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小朋友的生活,是很难去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爱的。 那长大之后,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,这就全凭自己的个人运气了。 若是能在以后的人生和工作中遇到贵人,那可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。 但是如果遇不到就可能走上歪路,只认贤不认感情。 第二层次对孩子舍得去花费时间,对于这一类的家长来说,他们舍得在孩子身上投入时间,去陪在小朋友的身边来见证孩子们的成长。 这一层次的父母,是已经开始去尝试教育自己的孩子,他们是图通过陪伴小朋友的成长,来对孩子进行一定正确的引导。 但是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,要知道,有时候不对的教育方式,比没有教育,更为可怕,如果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去教育孩子,可能会让孩子在这一辈子的人生中都很难去改变了。 第三层次善意思考的家长,在小朋友的教育问题中部,只要培养孩子的探究思考能力,家长也要去思考一下,自己教育的目标是什么? 我究竟想通过教育,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? 等到目标确定了之后,家长就不会去因为周围的环境,或是社会的一些风气,而盲目的对孩子进行培训。 在这一层次的父母已经开始考虑自己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教育目的,并且有意识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小朋友。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目标,是大是小,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,去一点一滴的步步积累。 如果没有良好的和系统的教育方式,那么也是很容易适得起反的。 第四层次敢于学习的父母,在这个层次中,家长为了去更好的教育小朋友而去学习,他们不是停留在我没有办法,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教育小朋友,而是去关注孩子在成长过程和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,然后进行一个积极的引导和疏通。 这一层次的父母已经开始变得有主动性,他们开始积极的去探索渠道来学习教育孩子的方法方式,并且采用相对有效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,来解决他们在成长中的困惑或是问题。 然而当问题出现的时候,再去解决,其实已经是晚了一步了。 重要的是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,怎么样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,让问题尽可能少在生活中出现,怎么样杜绝坏习惯的产生,只是现在父母需要去考虑和注意的一个问题了。 第五个层次不断地去提升自我的父母,我们总说,其实家长是教育小朋友的最好的老师,为了教育小朋友而提升自己和不断地完善自己。 是这个层次父母经常会去做的事情,因为他们知道相比让孩子知道了,我是谁比要求孩子,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更加重要,通过父母自己的行为和语言连传身教的,让孩子成为一个有着良好习惯的人。 在小朋友还小的时候,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模仿身边大人的举动,不管是你和其他人说话的言行,还是你在家中经常做的一些事情。 换句话说,就是如果你希望小朋友喜欢读书,那么你就要经常在他的面前去看书,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会懂礼貌,你就要自己懂礼貌并让孩子看到。 当然,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勤奋,那么你就要在生活中勤奋给他看。 第六,也就是教育的最高层次,是让小朋友回归自我。 这个层次中父母知道自己家的宝宝是独一无二的,所以父母会去尽可能的鼓励自己的孩子,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。 这一层的父母懂得去尊重小朋友,让他适应自己的天赋。 他们帮小朋友去挖掘和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煞长的地方,希望小朋友可以成为一个开心并幸福的人。 在这一层次中,我们家长如何去做一个好的父母,也是必须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! 核心里的社会吗?